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人投胎前寻找中办 意外揭开了生命中的神秘转折 话说呀 在那个明朝洪武年间 有个叫安家寨的小镇子 镇上有个安园外家 安园外早早地去了 留下他老婆刘氏和两个儿子 幸好家底后他们日子过得还挺滋润 大儿子叫安家昌 常得一表人才 二儿子叫安家梁 也是帅哥一梅 他们家条件这么好 到了逝婚年龄 说梅的人都快把门槛给踩破了 安家昌娶了个十里外的姑娘 叫周美云 这姑娘出身贫苦 刘氏一开始还不同意这门亲事呢 可有个先生说他有望富相 刘氏这才大赢了 周美云那张脸 银盘式的浓眉大眼 身材火辣 哥现在绝对是女神级别的 她不仅长的美 手还特别巧 女工一流 再说说安家梁 她娶了个大家小姐 叫王兰娟 这小姐长相一般 但嘴皮子特溜 而且她出嫁时 娘家赔送了好多嫁妆 刘氏一看就乐开了花 哎 这世道就是这么有意思 有的人看人只看脸 有的人看人只看钱 不过呀 长的美不一定过得好 有才也不一定过得幸福 婚姻这事啊 还真得看缘分 你知道吗 那安家的两个儿媳啊 差别可大了 周美云每天都忙得跟什么似的 做饭 洗衣 啥都干 跟老妈子似的 而王兰娟呢 啥都不用干 还有人伺候住 你说这能公平吗 王兰娟啊 仗着婆婆的喜欢 老实欺负周美云 周美云委屈得不得了 可没人给她撑腰啊 只能忍气吞声 安家昌大孩子 心眼是挺好的 看不下去了就去找她妈妈理论 你猜她妈妈咋说 她说 美云从小干惯了活 这些对她不算傻 蓝娟从小娇生惯养 哪能让她干的 我这不也是为了每个人都能发挥自己的长处吗 你说这理由能服众吗 安家昌大孩子老实 听了也不知道咋反驳 就闷声而走了 话说这周美云嫁到安家快两年了 夫妻俩感情特别好 从来没红过脸 真是人人羡慕的模范夫妻 可就是啊 不知道喂食魔 就是莫生出个孩子来 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嘿 那安家的夫妻俩 心肠可好了 每次看到有人有困难 他们都会伸出援手 遇到受伤的小动物 他们也会帮忙救治 这磨善良的一对 居然没孩子 真是让人想不通 他们吃了好多药 可就是莫杀效果 你知道那时候莫孩子 在村里可是让人瞧不起的 村里人会说闲话 家里人也一样 二儿西王氏呢 结婚一年 就生了对双胞胎男孩 老太太刘氏 高兴的喝不拢嘴 到处花儿媳有本事 她本来就觉得大儿媳周美云不咋地 现在幽默孩子 那更是看都不想看她了 整天竖落她 说她跟止不下蛋的老母妻似的 周美云心里明白 婆婆看不上自己 她觉得对不起丈夫和家里人 所以对婆婆更孝顺 对丈夫也更体贴了 好在安家昌没怪罪她 还安慰她说别想太多 可刘氏呢 对安家昌说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我看你还是把她休了 再娶一个回来 给你生几个孩子 你在人前也能抬起头了 哎 这老太太的想法也是够直白的 哎 这安家昌真是个好人呐 对老婆好 心眼也好 她跟大妈说 生孩子这事儿的顺其自然 休期那事儿我做不出来 刘氏一听这话就急了 你这不孝子 你爹早逝 是我一巴是一巴尿把你俩拉扯大的 你现在居然为了个媳妇就不听娘的了 你到底被那小娼妇灌了什么迷魂汤 她到底哪点好 这话一说 街坊邻居都跑来看热闹 王兰娟说 娘啊 您别伤心了 我跟家梁会在努力的 给您生几个大胖孙子 王氏一脸得意的看着周美云 周美云也赶紧上前安慰婆婆 娘啊 您别生气了 都是我不对 我对不起您 刘氏一摔手说 你还知道羞耻呢 你看看镇上的女人 哪个不生孩子 你弟媳都生了俩 你倒好 结婚两年了 啥动静都没有 哎 这老太太也真是的 家里的事儿闹得满城风雨 不过话说回来 这周美云要是能生个孩子 也许一切都会不一样了吧 这周美云啊 被婆婆骂得这么惨 真是苦了她了 这样的日子 她真的能撑下去吗 她哭着跟丈夫说 相公 都是我不争气 要不你把我休了吧 再娶一个 这样你妈就不会生气了 安家昌心里可难过了 她多爱她妻子啊 但又是孝顺儿子 真不知道怎么选 刘氏看儿子不答应休憩 就天天找茬 不是咸饭不好吃 就是衣服洗不干净 鸡蛋里挑骨头 周美云为了不让丈夫为难 啥也不说 忍气吞声 可她越是这样 流失就越过分 周美云忙的团团转 跟丫鬟一样做家务 还要伺候王兰娟 洗衣做饭带孩子 啥都得干 王兰娟呢 心安理得地享受嫂子的伺候 还炫耀说 我这肚子太蒸气了 昨天郎中说我又怀孕了 哎 这日子啊 真是没法过了 但愿这周美云能早日熬出头 过上好日子 这流失真是的 说话这磨难听 啥叫 光吃饭不下蛋 这不就是指着鼻子骂周美云吗 看着周美云受委屈 安家昌心理也不好过 但又能怎么办呢 只能安慰妻子想开点 等地牺牲完孩子 也许情况会好点 转眼王兰娟又生了个大胖小子 刘氏抱着孙子亲个不听 还把祖传的玉镯子送给他 说这是奖励 他这魔作可不是偷偷摸摸的 而是光明正大的 当着大儿媳的面 他说 我这人就是赏罚分明 兰娟给我生了三个孙子 这镯子他当之无愧 然后又看着周美云说 你倒好 成亲三年 啥也陌生出来 这可没你的份 安家昌这下也受不了了 跟刘氏说 妈 这次 您可不能再为难美云了 他已经受了太多委屈 我不想再让他受到更多的伤害 刘氏一听就急了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 我这魔作还不是为了你们好 你赶紧修了他 再娶一个能生的 你要是不听我的 以后就别叫我骂 这安家昌真是个好男人 看到母亲这么逼迫 赶紧跪下求情 妈 您要是逼我修了美云 他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刘氏可不管那么多 他过不好 那是他的事 关我们啥事 不能生吧 就是犯了七处之罪 修了他是理所应当的 安家昌可不听这套 他就是不愿意修妻 周美云多懂事啊 知道丈夫深爱他 也知道他是个孝子 不想让他背上不忠不孝的骂名 于是 半夜里 他就悄悄走了 第二天一大早 安家昌醒来 发现妻子不见了 以为妻子去做饭了 可找遍了 整个宅子都莫找到 刘氏悬幸灾乐祸地说 他没生下孩子 莫连待在家里了 走了好 你再娶个黄花大闺女 这次安家昌莫听流逝的 赶紧跑出去找 结果在一个河边找到了周美云 原来呀 周美云想不开要投合 幸好被一个早起干活的农夫给救了 看着周美云一身湿漉漉的 安家昌心疼得不行 一把抱住媳妇就哭 老婆 你怎么这么傻呀 不管别人怎么想 我都不会离开你的 你要是出了事 我也不活了 周美云哭得梨花带雨 心里委屈极了 安家昌把媳妇背回了家 刘氏一看着情况 气得大骂 你这不孝子 他让你休你就休啊 你以后别进这个家门 安家昌也莫说什么 收拾了东西 拉着周美云就走了 两人来到镇外的一座山下 搭起了两间小木屋 算是有了自己的家 每天 夫妻俩一起上山 安家昌砍柴 周美云捡骏子 采草药 然后把这些东西拿到城里卖掉 换点钱买米面过日子 虽然生活苦了点 但两人相互扶持 过得也挺幸福的 后来有一天 城里来了个大官 想要买些山珍和草药 给皇宫里的贵人们用 安家昌和周美云 正好采了一些珍贵的草药和菌子 就拿到城里去卖 没想到一下子就被大官看中了 给了他们一大笔钱 这笔钱让夫妻俩的生活 一下子好了起来 他们用这些钱买了地 盖了房子 还请了几个工人帮忙 渐渐的 他们的草药生意越做越大 连官府也来跟他们合作 就这样 安家昌和周美云过上了好日子 最后呢 他们还给那座山起了个名字 叫 夫妻山 传说中 在那山上能找到幸福的一对 从那以后 许多年轻的夫妻都会去那里祈求幸福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只要夫妻俩心往一处始 近往一处始 一定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 哎呀 这刘氏可真是个刀子嘴斗俯心的人啊 一开始 他也就是想吓唬吓唬儿子 没想到他真的为了个女人离家出走了 这下 刘氏对周美云的怨气更大了 心里暗暗发誓 一定要想办法拆散他们俩 可这刘氏啊 也是个心软的人 有一天 他突然拎着鸡筋面粉找上门来 看着儿子儿媳就掉眼泪了 家昌啊 娘都是说的气话 你是娘身上掉下的肉 娘怎么可能不要你呢 安家昌也感动得眼圈红了 娘 我知道您是为我好 可美云他没有错 我们俩在一起 很幸福 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刘氏叹了口气 哎 娘明白你的心 只要你们过得好 传宗接代的事 就让你弟弟他们操心吧 安家昌和周美云听了 心里暖暖的 一个劲儿的给刘氏道歉 刘氏又说 你们在这儿过得太苦了 还是给我回家去吧 这回 一向强势的刘氏主动服软了 安家昌都 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但他还是担心 回去后会有矛盾 就委婉地拒绝了刘氏的好意 刘氏虽然口上没说什么 但心里肯定在想 这臭小子 真是不懂事 不过呢 看到儿子过得幸福 他心里也稍微宽慰了一些 有时候父母的心也是软的 只要我们真诚地与他们沟通 总能找到一个大家都满意的解决办法 毕竟家和万事兴马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刘氏像是变了个人似的 经常来看望儿子和儿媳 还带些米面和做好的饭菜 这天 他特地提了个饭盒 里面有酒有菜 还有一碗热腾腾的饺子 来 儿子 快吃几个饺子 喝点酒 吃点菜 刘氏热情地招呼着 还特意把上面的几个饺子夹出来 递给儿子 安家昌和周美云 看着刘氏这摩热情 心里既感动又过意不去 周美云想把饺子推给刘氏 娘 您吃吧 我不饿 哎呀 这孩子 我吃过了 这是特意给你留的 刘氏又把饺子推回来 两人客气了一番 周美云正要接过碗吃呢 突然从旁边窜出一只黄鼠狼 一下子把碗打翻 饺子全掉在了地上 刘氏眼看着自己辛辛苦苦准备的饺子 就这磨没了 气得直咬牙 他拿起棍子 就要去打那只黄鼠狼 可那黄鼠狼一溜烟儿就不现了 哎 看来这黄鼠狼也是个调皮捣蛋的主啊 过了几天 刘氏又来找大儿子 说老宅院子里的东早熟了 要他去打一些回来 安家昌有点犹豫 怕弟媳不高兴 刘氏却瞪了他一眼 怎么 你小时候偷枣子的事 我还记得呢 走 跟我去打枣子 安家昌跟着老妈来到了老宅 刘氏一指 你弟弟出门了 这枣子不打就要浪费了 你给我全打下来 一会儿咱们带一些回去 安家昌拿着竹竿打枣子 打完天都黑了 他提着一篮子枣子回家 心里还挺高兴的 可回到家门口 发现门怎么是虚掩着的 里面还有男人的声音 安家昌心里 咯噔一下 不会出师模式吧 他捏手捏脚地走到窗户边 侧耳倾听 你要干什么 快出去 周美云的声音 小娘子 你以前对我那么好 现在怎么变了 你是不是有了新欢 就忘了旧爱呀 一个男人忧怨地说 周美云急了 你别乱说 我跟你没关系 你快出去 安家昌一听 这还乐得 他猛地推开大门冲进去 那男的吓得拔腿就跑 安家昌把周美云拉到身后 美云 这到底怎么回事 周美云委屈得眼泪汪汪 我也不认识他 他突然闯进来 胡说八道 经过这一闹 安家昌算是明白了 有人嫉妒他们过得好 故意找茬呢 看来以后的小心点了 话说着安家昌 心里那叫一个苦啊 自家的媳妇周美云 居然被别人给盯上了 这步 有天他亲耳听 到那陌生男子说 美云 你忘了 上次咱俩优惠 你的肚兜都忘到我那里了 你看 我给你带来了 安家昌一听 犹如舞雷轰顶 这还乐得 他气冲冲地揣开门 就冲了进去 周美云正坐在床上 那男子手里还拿着个红肚兜 一看就是周美云的 但安家昌还是半信半疑 毕竟他深爱住美云 美云看丈夫进来了 眼泪汪汪地喊道 相公 你听到的都是假的 安家昌可不是吃素的 抄起凳子 就朝那男子砸去 那男子吓得赶紧逃出门 可刚一出门 几十只黄鼠狼就窜了出来 在他身上猛咬 那男子疼得抱头惨叫 被咬得血肉模糊 这时 一个黄衣老翁出现了 那些黄鼠狼看见他 就都跑开了 哎 这事说起来也真是蹊跷 你说这安家昌该怎么办呢 这周美云和那陌生男子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还有那黄鼠狼和黄衣老翁 又是怎么回事呢 老翁对安家昌说道 这人要破坏你们夫妻感情 你千万不要误会了你妻子 安家昌根本不认识这人 与他无冤无仇 他为何要这样做 老翁解释道 我听说 这个人经常在附近出没 行为举止也有些怪异 他可能是在寻找某种东西 或者试图接近某个人 但他的行为 可能会被误解为 是对你和你的妻子的威胁或骚扰 安家昌听了老翁的话后 决定将这个人送往衙门 当安家昌把那男子送往县衙时 黄衣老翁对周美云说道 小心你婆婆 上次打饭的那碗饺子有剧度 今天这是的幕后黑手还是他 周美云听了老翁的话后 非常震惊 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他问道 老伯 你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老翁回答说 我就是你在山里救的那只黄鼠狼 几个月前 你去山上采药的时候 不小心打翻了乘着饺子的碗 当时你婆婆趁机下毒 想害死你 但是你运气好 没有重度 后来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安家昌 但是他并没有怀疑你婆婆是凶手 周美云一脸惊讶 不敢相信的看着那只黄鼠狼精 老翁缓缓开口 我那天就看出你有麻烦 赶紧过来帮你打翻有毒的饺子 你婆婆真的太狠了 居然还想出这种毒计 她让你丈夫去打枣 再找个男人来勾引你 让你丈夫看线 那些话呀 都是为了拆散你们夫妻 周美云听完后 终于明白了 原来刘氏的 好 都是装的 她就是想让自己和丈夫离婚 再嫁进来 老翁叹了口气 我知道你丈夫孝顺 但这也叫于孝 她为了保护她妈妈 差点放走那个男人 安家长可不是吃素的 直接把那个男人送到了县衙 告她调戏自己老婆 支线一听这事儿 立马开始审问 哎 这世道真是什么人都有啊 哎呀 这事儿可真闹心 那男的一下子就全招了 原来她是刘氏故来的 专门去调戏周美云 就是为了破坏他们夫妻关系 让安家长修了周美云 安家长一听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她老妈居然干出这种事 但她想想老妈也是为了自己 就求支线大人放刘氏姨妈 你猜支线大人咋说 作为婆婆 这模特戏太过分了 那言成 让大家尝点记性 刘氏被牙医们带到大堂上 看到那个男人 吓得脸都白了 直接瘫坐在地上 她只能老实交代 支线老爷 我那儿牺牲不出孩子 儿子又不想修了他 我这才出此下策 求您看在我为了儿子的份上 饶了我这一次吧 就在这时 那个黄衣老翁又出现了 说 几天前 刘氏在饺子里下毒 想毒死他儿媳 幸好儿媳末吃 才躲过一劫 刘氏一听 像疯了一样喊道 你到底是谁 你胡说八道 哎 这事真是一波三折呀 希望大家能从这个故事中 吸取教训 好好对待家人 别干出这种傻事 话说那黄衣老翁 拿出一个饺子来 说 这就是当时那毒饺子 请支县大人明察 支县大人赶紧叫武座来检验 果然 饺子里有毒 刘氏这是故意杀人啊 直接被打入死牢 那男的也被发配去边疆修城墙 刘氏为自己的心机深重的行为付出了代价 这下好了 刘氏已死 安家昌和周美云再也不用担心 有人拆散他们了 也不再为生孩子的事情烦恼 他们开始做善事 修桥补路 帮助有困难的人 遇到受伤的小动物 他们也绝不袖手旁观 就这样 充实 有意义的日子过了几十年 他们的头发也从青丝变成了白发 安家昌两口子 虽然做了很多好事 但就是摸孩子 安家梁的小子 坏事做尽 而孙却满堂 大家都说老天不长眼 但他们自己却从没这么想过 照样做好事 有一天 安家昌去镇子西头修路 半岛尚觉得累了 就在路边睡着了 醒来的时候 发现有两个很高很瘦的陌生人 站在他面前 说让他去镇上的王家一趟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王家呀 那可是咱们这儿的大户 做生意 都做了好鸡蛋了 王源外这人 心善 常常给穷人试周 不过话说回来 安家昌跟王家 其实也莫杀交情 这两陌生人 叫他去王家 真是奇怪了 安家昌就问 我跟王家没啥往来 你们为啥让我去他们家 那俩人神秘兮兮的说 别问了魔多 去了就知道了 安家昌就这么稀里糊涂的 被推着到了王家 然后被带到一个房间 里面丫鬟婆子都在忙 床上还有个挺着大肚子的年轻媳妇 安家昌一看这阵仗 心想 一个大男人在这儿也不合适啊 就想走 结果被俩人死死拉住 硬是网床变推 安家昌感觉像 被推进了一个黑屋子里 里面热得要命 他一边挣扎 一边嚷嚷 这是哪儿啊 快放我出去 我老婆在家等我呢 就在这时 那产妇突然肚子里 传出了奇怪的声音 好像跟孩子在说话似的 把所有人都吓得够呛 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这故事真是越来越离奇了 就在大伙下的半死的时候 那孩子咕咕落地 一看 嘿 真是个白白胖胖的大小子 稳坡赶紧用红布包起来 大伙高兴得都忘了刚才肚子里的奇怪声音 咋回事啊 我在哪儿 我是不是已经死了 孩子突然又说话了 这回 真把大伙下得脸都白了 都说这孩子是妖怪 孩子盲说 别怕 别怕 我不是妖怪 我是安家昌 其实啊 这安家昌 大家都认识 因为他经常做好事 大家都觉得他人挺好的 王源外就问 你说你是安家昌 这到底咋回事 安家昌就把自己今天的遭遇说了一遍 最后他还得认真地说道 我觉得我已经死了 然后投胎到了你家 我的尸体还在阵子吸头 你们快抱着 我去找找 把我送回家去 王源外一听 抱着孩子就带着家丁去找安家昌的尸体了 后来他们真的找到了 就赶紧把他送回了家 周美云一看县丈夫的尸体 抱着就大哭起来 几次哭晕过去 这魔看来 虽然丈夫转世了 但看到他的尸体 他还是非常伤心 王源外抱着那小婴儿说 夫人 你别哭了 你家相公虽然走了 但你看这孩子 他就是你家相公的转世啊 周美云一开始听着婴儿说出这样的话 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但当他看到孩子眼中那深沉的爱意时 他信了 这孩子就是他家相公 他的丈夫回来了 抱着孩子 他又大哭了一场 王源外也是真够意思 给安家昌买了最好的棺材 好好的葬了 然后又把周美云接到了家里住 还给他派了丫鬟伺候 就像家人一样对待他 安家昌看到妻子有了依靠 也放心了 之后呢 孩子就和普通婴儿莫杀两样 不咋说话 王源外给他取名叫王山忠 再说说 安家梁的两口子吧 他们虽然生了三个儿子 但那三个儿子 全都是好吃懒做 把家都给拜光了 他们晚年可真是凄凉啊 这就叫善有善报 呃有恶报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做人啊 还是要多做好事 不然老了 真的美好下场 各位看官 这故事讲完了 但故事背后的道理 可别忘了 那就是多做好事 别问前程 老天自有安排 咱做人 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别只顾着眼前的小利益 要看到长远 别觉得做了好事 没得到回报 那只是时机未到 只要咱坚持做好事 好报肯定会来的 这就跟咱们种地一样 春天拨下种子 夏天心情耕耘 到了秋天 自然就有收获 所以啊 但行好事 莫问前程 一切自有安排 咱们都要好好做人 好好做事 这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 邀请大家继续看下一个故事 民间故事 园外老来得子 献两条蛇在坟地大笑 他一气之下挖了坟 我叫马天杰 住在太白山脚下的一个小城镇 我的家世并不显赫 只是一个普通的农家人 单组上有个马志高 靠着在山里采购一些野生军类等本地特产 运到城里贩卖 就这样发了小财 到我爸这一辈 家业已经小有规模 我爸只有我一个儿子 所以把家业全都传给了我 我娶了本地一户望族的千金张曼廷为妻 张家少则万贯 比我们马家高出许多 我娶张曼廷 不仅是因为她漂亮大方 而且对我一往情深 更重要的是 能与张家结亲 对马家的生意大有弊异 婚后我专心经营生意 张曼廷也努力做一个贤妻良母 可我们婚后今年都没有孩子 张曼廷去医院检查 医生说我们两人都没有大爱 可能就是运气不好 我心里着急 跟张曼廷说 我们去拜佛祈求子寺吧 张曼廷知道我的心意 虽然自己也想要孩子 可她不想我为这事操心 就说算了吧 孩子是天赐的 咱们顺其自然吧 见她这么说 我也不好再劝她 我有个哥哥叫马建华 比我大无岁 可她和我不太一样 学习成绩差 经商头脑也不好 所以爸爸只传家业给了我 马建华对此心存不满 总觉得我抢了她的东西 我劝她在家里帮我打理生意 她不肯 非要自己创业 我给了她启动资金 她自己开了架小商店 日子过得并不好 这天我心里憋着一股气 跟张曼廷说我出去 转转就回来 我开车来到离家几十里外的盘古山 那里有一个很灵的送子观音堂 我在观音堂里烧了炷香 跪在地上 恳请观音保佑我早日得子 没想到 就在我虔诚祈祷的时候 一个古怪的声音 在我耳边响起 你在祈求子嗣 这我能帮你 但是 你必须经历一次背叛 才能换来你想要的 我猛地抬起头 四处张望 却一个人都没有 会是谁跟我说话 我起身朝外看去 门外站着一个身穿道袍的老者 他正用怪异的眼光望着我 我上前问的老者 刚才是不是他对我说话 他却像没听见似的 自顾自地念念有词 我值得再次跪下来祈祷 就在这时 老者的声音再次出现 孩子是你心中的痛 也将是你在历人生的新篇章 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他还是一副淡定的样子 我觉得这老头肯定知道什么内情 就是不肯明说 我起身上前想再问问他 他却像个普通游客似的四处走动起来 我追上前去 他已经不屑了踪影 这太古怪了 我心中充满疑惑 值得返回家中 我对着张曼婷描述了刚才的情景 他也感到很诡异 这老人必定知道些什么 只是不肯直接告诉你 你千万要当心啊 我点点头 心里却还是惦记着老人的话 我会经历一次背叛 就在这天晚上 我收到一个匿名信 上面只写了一个地址 和一句话 去这里 你就能找到命运的转折点 第二天 我启程来到了那个地址 那里居然是一座废弃的院落 看样子 已经多年无人居住 我在院子里 四处寻找了匿名信上的线索 却一无所获 就在我准备离开时 院子的后门突然打开 一个身材娇小的女子走了进来 她一看到我 就害怕地往回跑 跑出几步 又折返回来 躲在墙根下偷看我 我上前跟她搭话 她才害羞地跟我介绍 她叫林娇 是我一个远房表妹 今年十八岁 她说她收到了我的来信 让她到这里见我 我顿时明白了 这必定是马建华在捣鬼 因为除了她 没有人会冒充我的名义约 一个年轻女子 林娇见我沉默 抽气起来 表哥 我本不想来的 可马建华说你命中注定会娶我为妻 我这才鼓起 勇气赋予 现在你若是不接受我 我就只能自尽了 我看她哭得伤心 也不忍责备她 我安慰她道 你先回去吧 今后我来想办法 林娇长红了脸说 表哥 我已经对你心意很久了 你收留我吧 我会孝顺你的父母 照顾你的生意 当一个贤妻 我还来不及回答 就看现马建华从墙根后面跳了出来 哈哈 我就知道你会中招 林娇是我的女人 你休想想走她 我勃然大怒 马建华 你这个畜生居然坚引自己的亲妹妹 我真是看错你了 马建华却哈哈大笑 我这是在帮你啊 哥哥 让你有后代传宗接代 你不知感恩还骂我 我气得拳头发抖 恨不得一拳打死马建华 林娇见状 连忙抱住我道 表哥息怒 我跟马建华是两情相悦 您不要责怪她 我甩开林娇指着马建华和林娇道 好个马建华 好个林娇 一个坚引自己妹妹 一个勾引自己哥哥夫君 你们背着我好一出乱轮戏码 今天我要叫你们演到底 说吧 我一把抓起林娇就想加感 马建华在后面紧追不舍 丢下一串诅咒 马建华在后面紧追不舍 丢下一串诅咒 我死死抓着林娇往车上一塞 发动汽车 就向驾驶去 一路上 林娇哭哭啼啼地请求我 放她下车 我沉着脸不畏所动 只一个劲地踩油门 飞速回家 到了家门口 我将林娇扔给门卫 把她丢进地牢 不许给吃喝 我回来再是放她 林娇被门卫驾走时 还在悲惨地呼喊我的名字 我无动于衷 我找到张曼婷 将刚才发生的事 全盘拖出 张曼婷听后 撕心裂飞地痛哭起来 她跪在地上 拼命地吹打自己 我心疼极了 连忙将她扶起安慰 曼婷 这都是马建华和林娇的阴谋 我们必须严惩他们 才能平息心头之恨 我强忍着内心的激动队 张曼婷说 那个林娇 我们必须将她关到老死 张曼婷咬牙切齿地说 我点点头 又派人前去马建华的住处 将她五花大榜拖回家来 马建华被扔到院子里 又踢又打地大骂林娇的名字 你这个畜生 我今天就要你的命 我冲上前 一脚揣在马建华的肚子上 马建华 哇 的一声吐出一口鲜血 我在一脚踢在她的腿骨上 只听 咔嚓 一声 骨头断了 哥 饶命啊 马建华疼得在地上打滚 畜生 你还叫我哥 跟你这个畜生 我早已没了手足之情 我一拳一拳地下去 把马建华打成重伤 就在这时 鸡明家钉跑了过来 说刚才林娇不知怎的 突然失踪了 地牢里已经找不到她 可恶 这两个畜生惺惺作态 想蒙混过关 我心中大怒 立即命家钉四处去搜捕林娇 我重新审视 被我打成重伤的马建华 这才发现她已经奄奄一息 看着躺在血泊中的马建华 我心中无味杂陈 也许我真的下手太重了 毕竟她也是我的亲哥呀 就在我犹豫之时 一个冷酷的声音 在我耳边响起 杀了她 你就是这个家的唯一主人 我抬头死亡 赫然看见刚才盘古山上的那个神秘老人 就站在我身旁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惊恐地问 我是你心中的另一个自己 我代表着你黑暗面的欲望 老人说 放心大大的杀了她 屋子里只能有一条老虎 我握紧了拳头 正要给马建华致命一击 却见她已经起绝身王 老人健壮 失望地摇摇头 你最后还是流离线情分 这柱定会成为你的心魔 不过命运的转折点还会继续 傻子 和我碰头的时间不久了 说吧 老人的身影逐渐消失在夜色中 我叹了口气 命人处理马建华的尸身 心中无微沉杂 处理完马建华的尸体后 我脑海里乱糟糟的 静不下心来 曼婷 我出去走走 我对张曼婷说 你要小心 小心那个女人在害你 张曼婷叮嘱道 我点点头 独自一人驱车前往轿外 路上我反复思索着 最近发生的种种 弄不明白这都是什么意思 就在我烦恼之时 车子突然跑锚了 我值得停在路边查看发动机 一个身影突然窜到我车前 我惊呆了 因为那正是失踪的林娇 表哥 林娇摇下车窗 朝我哀求道 求你让我上车 我跟你回家向嫂子认错 我保证以后再也不犯 我狠狠瞪着她 一言不发 林娇见我不为所动 突然从怀里拿出一个东西 按在我手上 表哥 你看这个 这是马建华的遗书 上面说明了一切 我接过那封信展开一看 里面详细讲述了马建华设计陷害我的石墨 信上的最后一句是 哥哥 我用生命谢罪 请你饶恕林娇 我柔柔太阳穴 觉得事情的真相似乎终于大白了 也许我真的该原谅林娇 给他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上车吧 我向林娇点点头 林娇喜机而泣 打开车门就坐了进来 回到家里 我把马建华的遗书拿给张曼廷看 张曼廷看后 也红了眼圈 他主动向林娇承认错误 表示可以接受他留在家中 于是林娇就住进了我们家 起初大家相处还有些尴尬 但渐渐的 我们也习惯了他的存在 一天晚上 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梦见马建华的鬼魂出 现在我跟前 他一言不发 只是用锐利的眼神盯着我看 可我开口唤他 就在这时 一道白光突然化过 马建华的鬼魂立刻消失了 许而代之的是老人的身影 你心软了 莫能斩草除根 老人冷冷地说 你以为一切都已经水落石出了吗 天真 我正要问他什么意思 就猛然惊醒了 第二天一早 我便将这个梦告诉了张曼婷 她脸色一变 我就知道 那个女人不简单 你千万要当心 我沉吟了一会 还是决定先观察林娇基田再说 就这样 日子平静地过着 林娇的表现一切正常 没有任何可疑之处 又过了大半个月 林娇突然晕倒在地 我们赶紧请来大夫检查 大夫诊断说 她已经怀孕一个月了 你这个混账东西 还敢玷污王家的清白 张曼婷而提面命地将林娇撵了出去 我也在无留恋之情 整村的人都唾弃欺骗我的林娇 林娇抱着肚子 不停哭喊 最后在村口吊死了自己 看着林娇的尸体 我心如刀脚 到底是谁在算计我和他 难道真如老人所说 这还没有结束 我独自在房中 正思所见 一阵诡异的笑声 突然在背后响起 一阵诡异的笑声 突然在背后响起 我惊得猛然回头 就现了神秘老人 站在我身后 你怎么又出现了 我惊恐地后退两步 命运之轮还在转动 你逃不掉了 老人宁笑道 到底是谁在算计我 你究竟是何方神圣 我质问道 我是你内心的另一面 你逃不脱我的掌控 老人说 我不信 我大声赤道 快把你知道的一切 跟我说明白 好吧 我来告诉你真相 老人轻了轻嗓子 这个世界上 没有真正的善良 所有的一切 都源自人内心的欲望 你以为马剑划算机你 其实从头到尾 都是你自导自演的一场戏 你在放什么狗屁 我愤怒地打断他 老人却不以为武 继续说道 你心中一只暗藏 对马剑花的恨意 想取而代之 成为马家的唯一继承人 于是你设计了 林娇这个棋子 和马剑划算机你的戏码 急急除去他 但因为你内心还存有些许怜悯之情 所以最后手软没有 置他于死地 然而 你终究还是达到了目的 成为马家的掌权者 我听了老人的话 只觉天旋地转 难以置信 不这不可能 我怎会有这样的想法 面对自己的欲望 你选择了逃避 但他就深埋在你心底 驱使着你与命运博弈 老人继续说道 你骗过了所有人 甚至还自欺欺人 但你骗不过我 因为我就是你 我清除你内心的想法 住口 所有你说的都是子虚乌游 我抓狂帝大喊 你心知肚明 老人淡然道 就像你名之马 建华已死 却还要秘密祭拜他的坟墓 你在祈求他的宽恕和救赎 因为你的良心早已死去 我听到这个 瞳孔猛的一说 因为老人所说的没错 我确实时常前往马剑 滑木前膜拜 这已经成为我的一种仪式 命运早已安排好了一切 老人说 你逃不过罪孽的审判 更逃不过自己的良知 说完 老人的身影慢慢消散 留下我一人 面对巨大的恐惧和疑虑 我跌坐在地上 后背已经被冷汗尽透 我不敢相信老人所言 亦不敢面对心底最黑暗的欲望 我到底是受人算计 还是自导自言 真想究竟为何 我彻底迷失了方向 我彻底迷失了方向 不知该信任老人的话 还是自言其说 整夜我都难以入睡 脑海里全是老人说 我算计马建华的话 第二天一早 我来到马建华的墓前 狠狠地跺了跺脚 马建华 你在天之灵听到了吗 我绝对没有害你 我被那老人冤枉了 就在这时 我突然看到 马建华的墓碑上 出现了血迹 那血迹慢慢灰成一行子 我无怨无悔 见此情景 我吓得魂飞魄散 连忙跪下来 向马建华告罪 哥 我真的没有害你 求你放过我吧 可是血迹只是渐渐干涸 再无其他变化 我知道 这肯定是老人在捣鬼 他一定利用了什么法术 在货我 我立志要找出那老人的真面目 我来到盘古山 找到了上次遇见老人的观音堂 我对着菩萨像开始祈祷 菩萨 请你指引我 让我现到真相 真相就在你心中 背后熟悉的声音再次传来 我回头一看 老人不知何时 已经站在我身后 冒充菩萨也要积极音得 我愤怒地斥责他 我没有冒充 我就是你心中自导自演的命运之神 老人淡然说道 我拳头紧握 咬牙切齿 你到底要把我逼疯到什么程度才罢休 面对自己的良知 是你我共同的宿命 老人说 我一把揪住老人的衣领 狠狠盯着他的眼睛 你究竟是人是鬼 快说 老人并不挣扎 轻轻把我的手拿开 你我本位一体 分离是痛苦的根源 放下内心的偏见 我便是你自己 我愣住了 突然醒悟到 也许老人所言非虚 我内心的黑暗面区 使我伤害马剑化 如今外在的剧情 都只是我的自我惩罚 可我为何要这样折磨自己 我难难自愈 因为你渴望救赎 承认吧 你内心留有一丝善良 你渴望摆脱罪孽 我点点头 突然泪如雨下 我跪倒在地 痛哭失声 我终于看清 自己心中恶念的根源 也看到了赎罪的希望 去吧 面对你的良知 这才是解脱的唯一路径 老人消失在飘散的烟雾中 我擦浅眼泪 坚定地站起身来 我知道我该做什么了 我要向所有被我伤害的人谢罪 哪怕付出一生去数 这将是一条漫漫长路 但我已看到希望的曙光 我决心向所有被我伤害的人赎罪 重新走上正途 首先 我来到林娇墓前 在他的墓碑上 献上花圈 我跪下来 混合着泪水对他忏悔 林娇 是我辜负了你 我不该听信 谗言赶你出门 请你宽恕我的罪过 风吹过 墓碑上散发着淡淡香气 彭扶林娇在天之灵 对我点头亮节 之后 我来到马建华目前 对他下跪谢罪 哥 我发誓绝无背叛你的意图 请你饶恕我 见死不救的罪过 从今以后 我将好好照顾你的妻儿 弥补对他们的亏欠 随风而来的叹息声 像是马建华时怀的回应 我又前去马家祖坟 对仙人下跪祈祷 祖宗都是我不孝 才酿成家族纷争 我诚心忏悔 从今改过自新 一心传承马家家业 使马家昌盛 空谷回音 似有仙人的喝彩 最后 我来到张曼婷面前 曼婷 我给你带来了太多伤害 我不配做你的丈夫 今后 我会给你自由 你看着办吧 张曼婷缓缓道 我原谅你了 我相信你会变得更好 通过这些忏悔 我重拾了人性中的善良本性 我开始孝敬父母 辅助手足 以得抱怨 时光荏荏 岁月不饶人 我的父母相继离世 张曼婷也渐渐垂目 在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刻 我都陪伴在旁 尽我所能照料他们的起居 而啊 我这一生无憾了 父亲的遗言 使我泪流满面 你改过自新 我很欣慰 母亲的赞许 是我此生最好的礼物 活出了人生的意义 我为你骄傲 张曼婷的尊尊教导 我永之不忘 虽然我已老迈颤颤 但内心足五十八轻 因为我赎清了罪孽 在终老的岁月里 我常坐在门前想起往事 也许 一切的安排 都是老天爷对我的考验 我不再怨天尤人 也不再执着名利 踏上赎罪之路 我重拾了生命的意义 人生苦短 我心怀感恩 风潇潇溪 以水寒 命途多喘息 我已无憾 凭借着这份坦荡 我相信 我来时还会做一个善良政治的人 活一世日 足以 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您看我的故事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你已经看 下期您视频见 再见